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就会在头条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 就是去那边 这个同事也帮我拍了一些照片影片 很有说过啦 因为我很久没去北京 北京大概有六七年没去了吧 所以其实也不应该说北京 我大陆应该有五六年没去了吧 那所以有各地的朋友专程飞来北京来见面 所以这个见了不少老朋友啦 这个也包括北京的朋友 这个那有一些大家以后就会知道 这个有一些现在不好说 因为见到一个媒体圈的好朋友啦 他也他也做了一个做了一个节目啦 不过我们现在不能讲啊 帮他保命一下 他说他以后会播出啦 这个这个以后再说 这个 不过我们还是要言归正题啦 还是要言归正题 这个他们说今天的灯光很白啊 我看起来怎么变成白面书身 这个 我那边有搭上一条线啊 我说我要对 所以我以后去大陆要去拜访我佩服尊敬的公司啊 那我也在请朋友陆续安排中 那我这次去北京 是拜访的字节跳动这个集团啊 那我一定会找机会去广东省的啊 因为广东有好几家公司 我是蛮敬佩的啊 比如说华为公司啊 那我下次一定会找时间去华为啊 华为是我敬佩的公司啦 那这次马英九去广东啊 据我了解 因为消息也出来了啊 马英九好像会去参观大江 大江就无人机嘛 比亚迪 还有腾讯集团 目前消息也传出来了啊 那至于这个 至于这个马英九的大陆之行啊 我想我们礼拜四再来做分析啦 因为上次去年马英九访大陆啊 我记得我的直播做了三个礼拜啊 因为那次去民进党真是炮身龙龙啊 那这次会比较诡异一点啊 我们礼拜四来做初步的观察啊 因为这个礼拜四好像就是亲民嘛 亲民是礼拜五啊 4月5号 那马英九 4月8号9号到北京嘛 那目前双方是低调啦 不过 据了解会有安排啊 那 安排当然就考验 马英九的智慧啦 这个 他怎么去安排这件事 双方如何互动 回来也会轮到民进党 民众党 国民党 做回应 这都考验大家的智慧啊 因为 其实目前气氛是非常不好的 大家不要忘了 这个 这个礼拜就要开始这个金门实弹射击的演习啊 这个氛围是不好的 这个 所以啦 所以跟各位讲啊 这个 我今年亲民是4月4号 是啊 我也搞不清楚啊 因为 我我礼拜五本来有 平秀里的节目 他跟我请假 他说 他要去扫墓 不管啊 这个 反正我就跟各位讲啊 这个亮哥啊 未来大陆 会蛮常去的啊 因为 欸 亮哥真的是 我本来就是 我跟各位讲一下 我的背景啊 因为我以前在科技资讯委员会 还有财政 跟经济相关的委员会啦 那我是很强调 要到 要掌握第一手的讯息啊 所以 台湾比较优秀的公司 我也拜访过啊 比如说台积电啊 联发科啦 这些比较重要的公司 我都亲自拜访过啊 那因为我本来 后来在商学院教书嘛 那 这个摆文不如一见啊 所以 我们会陆续 安排这个拜访 大陆伟大公司的行程啊 那到时候来跟各位报告 我的感想啊 那亮哥既然拜访一定是做足功课啦 那回来 也会做一些整理啊 这个 之前跳动公司 事实上我也做了一些功课 不过我去了才知道 他们的营业的范围 比我 准备的 想象的 还要大 这个令我很吃惊啊 这个我们就不讲题外话了 因为 上个礼拜 国际还是发生了很多事啊 那有一些事情 会陆续发展 那 有两个趋势同时在出现啊 我们放一下封面好不好啊 这个封面就是我们看到 俄乌战争在扩大 这已经非常明显了啊 那 抖音看起来有转环啊 因为美国参议院 不太愿意排这个案子啊 目前看起来好像暂停啊 那 另外一个就是 中美的科技战在恶化 在扩大范围 可是目前看起来对美国是越来越不利啊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来讲这些大趋势啊 然后来 跟大家做一个总和的整理报告啊 这个 有朋友说 亮哥什么时候可以去北方工业集团啊 我跟你讲啊 这个 北方工业集团好像跟军工有关 他不知道 允不允许参观啊 哇 林德时代是个好公司啦 我也会安排时间啊 我也会安排时间啊 这个 我们的一个制作的整理的影片啊 我们先来看俄罗斯了 俄罗斯我们知道在莫斯科爆炸案之后呢 那 大概俄罗斯做了一个定调 那这个定调很麻烦 我们不管是不是真的啊 因为国际政治是这样的 很多真相都要很久以后才会浮上台面 甚至没有真相啊 比如说发生一个爆炸案一个刺杀案 呃到最后没有真相啊 那可是呢当事人的认知会影响到他后续行动跟策略的选择啊 那 目前普京 乌克兰 不俄罗斯已经做了一个定调 他们承认这是IS干的 可是IS的背后他们认为有乌克兰跟美国 那当然乌克兰跟美国都否认了 那可是俄罗斯是根据他们的认知啊 在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啊 这当然有一些原因啊 因为第一个他们发现 那些中亚人啊 塔吉克人是住在乌克兰 他们从塔吉克 外逃之后 就长期住在乌克兰 而且 汇款是透过虚拟货币来付账 也是发生在乌克兰境内 那另外就是 前CIA的情报官 这是美国人哦 叫Johnson啊 他说美国在第一时间就 讲出了很多的细节啊 这个有点匪夷所思啊 因为很少看到 当然我们可以说 3月8号啊 美国 驻莫斯科的大使馆 确实啊 有警告 有提出警告 可是我跟各位讲啊 他提出警告 并没有明指哪些事实啊 他只是说警告啊 呼吁美国人不要去 不要去莫斯科 作为发生一些事情 可能有恐袭事件啊 那结果在发生之后的第一时间 就做了这么明确的 指称说是这个 跟乌克兰无关啊 跟美国无关啊 这个反而引起怀疑啊 那当然还有第三个啦 就是IS啊 在历史上跟美国是有关系的啊 这个我简单用一分钟跟各位讲一下啊 IS是怎么形成的啊 IS是因为 当初有一些 顺尼派的激进派啊 他跑到阿富汗啊 他参与内战 结果被美国抓了啊 那就把他关在阿富汗的监狱 那结果后来呢 美国人觉得这一群人可用啊 结果CIA就跟这一群人接头啊 说你们要不要来参加 我们资助的一个计划啊 他的创始人真的就是跟CIA接头的啦 可是美国常干这种事啊 他扶植长大的团体 后来反噬自己啊 大家去想历史上有多少这种事啊 比如说宾拉登 宾拉登一开始也跟美国很好啊 就后来去炸911啊 对不对 塔利班 阿富汗的塔利班也是跟美国合作过啊 对抗苏联嘛 对不对 那塔利班后来也跟美国反目成仇啊 那IS也是啊 一开始也是跟美国CIA有关的啊 那后来也是谁都不认啊 只从利益来找眼啊 可是毕竟啊 美国跟IS之间还是有渊源的啦 所以这个当然让俄罗斯相当的怀疑啊 因为IS最近两三年所做的事情啊 基本上都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而且陆续发生的几次恐攻 都跟顺尼派的激进派有关啊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伊朗 伊朗如果大家常看我们的节目 大家记不记得那个苏莱曼尼的四四周年纪念 在伊朗的中部地区发生了爆炸案 那也是他们干的啊 是顺尼派的激进派 那这一次是轮到莫斯哥的音乐厅 那IS也说是他干的 没有错是他们执行的啊 你去想一想从伊朗 然后打到莫斯哥啊 所以我说中国最好要小心一点啊 因为这个ISISK啊 这个克罗山这个集团啊 基本上也跟江独是混在一起的啊 因为维吾尔人也有参加这个团体啊 他就在阿富汗伊朗跟这个土库曼的边境啊 那据我了解啦 有一些江独的激进派 也透过土库曼然后进入这个组织啊 所以我现在就跟各位讲就是 就是有点复杂啦 有点复杂 就是反正就是 这个反正就是这个复杂的关系啦 所以俄罗斯做了认定 那他认定这个恐怖袭击 背后有美国跟乌克兰 所以他当然就要报仇了啊 就是这样啊 我们看下一页啊 所以纽约时报就写了这个标题啊 叫做普丁下一个战争升级已经来了 这个是3月29号的文章啊 那右边这一位是俄罗斯的前总统 门德维杰夫啊 这个比普京还要强硬啊 他是皇俄派的 他用 这个我不知道俄罗斯原文怎么写啊 本身英文写成 death for death 这个用中文来翻译就叫血在血环啊 他说一定会报仇 一定会报仇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事情发生啊 俄罗斯宣布 俄罗斯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啊 我跟各位讲啊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说这是战争 从2022年2月24号发生以来啊 他都说叫特别军事行动 是基于俄罗斯跟乌克兰的特殊的历史矛盾 所引发的 他也不说这个叫内战 他就说是采取一个特别军事行动 所以你看他一开始打是有点手下留情啊 并没有用很重的武器去打基辅啊 可是啊 现在他突然宣布现在进入战争状态 这个是谁讲的呢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 Peskov亲口讲的 那这个意涵着什么 意涵着他认为北约已经介入啊 而且你在 墨斯哥周遭 发生恐怖袭击 所以他认为这个已经超越 特别军事行动的范围 所以他宣战 啊 他说在西方已经成为俄乌冲突的参与者之后啊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已经转变为一场战争啊 那这个当然意涵就很不一样了 就意味着他即将要升级战争啊 所以我们就立刻看到俄罗斯啊 这个据统计他应该连续射出了八十几枚的导弹啊 导弹啊 导弹是很贵的啊 那开始袭击乌克兰重大的公用设施 所以乌克兰有好几个地方 都陷入停电状态啊 这我跟各位讲这个在战略上可能有两个目的啦 第一个就是让民众 生活极端不便 就会感到痛苦 然后去抱怨泽伦斯基 要求他去谈判 这是第一个用意 事实上还有第二个用意啊 因为有很多军用雷达 还有设施啊 需要用电啊 如果停电啊 那雷达不能启用啊 那乌克兰的防御可能会陷入瘫痪啊 那这个就有助于俄罗斯做进一步的攻击啊 所以这个是 这个坦白讲就是正规作战会做的事情 俄罗斯本来没有做这种事啊 就表示他对乌克兰还是有点手下留情啊 比如说美国人去打伊拉克 就先把伊拉克全部都炸烂啊 然后他的地片部队才进去嘛 这个才是正式的战争啊 战争就是这样打的啊 那现在 他开始进入正常战争的轨道了 所以就开始拼命炸 炸公用设施 而且还传出更可怕的 因为俄罗斯有一种滑翔炸弹啊 滑翔炸弹就是 据我了解大概可以在距离目标40公里以外 在空中丢下来啊 然后他就开始滑翔 那因为滑翔的速度比较慢啊 所以你不容易拦截啊 那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境内丢了 很多枚的500磅的 滑翔炸弹 那目前呢 他还要提高这个级别啊 他还要大量制造 1500磅 甚至制造到3000磅的级别 3000磅 所以讲白了啦 讲白了这个就是 那不只啊 他事实上也用了一些很大的导弹 反正就是 发生了一大堆事情啊 那你看他直接就这样呛美国啊 他说恐袭案件调查完成前啊 美国人为乌克兰的任何辩论 都被视为犯罪证据 所以你可以去想像 现在双方紧张到什么程度了 那这个地图啊 我上礼拜有秀给大家看 我再秀一次啊 我们看我们画绿色线的部分 就是目前俄罗斯占领的地区啊 就是从鲁汉斯克 顿内斯克 扎波罗者到赫尔松 这一条线啊 然后下面是克里比亚 对不对 那俄罗斯目前大概是想要在 德烈伯河 这条河啊 把乌克兰切成两块啊 他现在大概是想要用这条河 当做自然边界 我跟各位讲啊 俄罗斯目前占领的领土是乌克兰的 百分之十七 如果德烈伯河以东 都被俄罗斯控制 那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的领土 就会高达百分之三十三 所以现在就有人说啊 如果泽伦斯基 不及早来跟普京谈判啊 像泽伦斯基昨天讲话了 他说我愿意跟你谈啊 你只要撤回 2022年的边界就好了 这简直是在说梦话啊 俄罗斯已经占领这四个帮 而且总统大选 他们都已经进行了投票 你要叫人家撤军啊 怎么可能呢 事实上普京也开了条件 他说你就以现有的现状 来作为新的边境 那你就投降吧 那我就不要打了 那这个泽伦斯基当然没有同意啦 美国也不同意 所以呢俄罗斯俄罗斯只好在往北打 往北打就是 沿着德内伯河以东的地方 那最可能倒的地方就是哈尔克夫 我画了一个红线啊 为什么是这里呢 因为这里是乌克兰第二大城 那主要的人口也是俄罗斯人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哈尔克夫 有超过20万人陷入停电状态 因为公用设施被炸 那另外一个更可怕的是 俄罗斯已经开始成立内核部队啊 什么叫内核部队呢 就是他从赫尔松这边 这些军舰就要开进来啊 那开进来往上走 要肃清 德内伯河的相关的军事的武装啊 那德内伯河一路往上开 会开到最后会开到基辅 你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内核部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也没人知道 那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要保护他的黑海舰队 因为他的黑海舰队有40%被炸 所以他很可能会 往南攻 往西部打去打奥德萨 那我上个礼拜有跟各位讲啊 俄罗斯如果真的打奥德萨 北约介入的可能性就会急剧升高 因为我们坦白说啦 你如果是打哈尔克夫 打德内伯河以东 甚至循着德内伯河往上去打基辅 这个距离欧洲都还很远 因为这还就是属于乌克兰的内陆 所以欧洲要来真的出兵要打是不容易的 可是你如果是打奥德萨 奥德萨是乌克兰最重要的港口 事实上如果奥德萨被吃下来 乌克兰就变成内陆国了 那就没有港口了 这个地方控制了乌克兰农产品的出口 因为乌克兰农产品出口就是海运跟陆运 那陆运就是透过铁路 然后经过波兰出去 可是那个的运载量很有限 他大部分都是从奥德萨出港 所以如果奥德萨周边被俄罗斯控制 这个欧洲人就会把他当做很严峻的事情 很严峻的事情 然后这个 他旁边就是摩尔多瓦 那我们也知道摩尔多瓦这边有一条 Dinister这条河 这条河的右边 也有很多俄罗斯人在闹独立 那会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你自己想一想嘛 他如果打奥德萨 那打下来了 那摩尔多瓦这边的俄罗斯人一定会又开始闹动静 要搞独立 那摩尔多瓦一定又反对又先入内战 那摩尔多瓦过来就是罗马尼亚 所以我跟各位讲 假成年啊 会发生什么事真的没人知道 反正就是 目前就是这个状态 俄军飞弹命中乌克兰的水坝 一百万人没电可用 那总共出动了十四架突九十五战略轰炸机 发射了六十三架无人机跟八十八枚飞弹 这个很多啦 这个 反正他已经开始用 比较难以拦截的弹道飞弹 这表示他是 这个很明显就在报仇嘛 充满愤怒啊 充满愤怒 而且还有一枚飞弹 被人发现 是从波兰那个方向插边过来的 他就直接穿过波兰的领空 所以有人怀疑是从卡里宁格勒那边打过来的 啊 然后 欧洲 美国 他们承认啊 他说俄罗斯目前 所生产的炮弹 比美国跟 欧洲能够提供乌克兰的多出三倍以上 这个就是现状 然后呢 欧洲的安全事务大使 他证实啊 欧盟已经交给乌克兰 50万枚炮弹 50万枚啊 坦白讲这都没什么用啊 这个 打不到一个月就没了 打不到就一个月就没了 这个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啊 这个 基本上 这个战争大概是这样啦 这个 这个 然后我们看到俄罗斯还做了另外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事实上也令人感到 不可思议啊 啊 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大概是从黑海舰队那边啊 他以前进入中东 都是黑海舰队 经过土耳其海峡 然后进入地中海 我们这次看到啊 以色列打加沙 然后美国两艘航母 就控制了东地中海啊 变成以色列的周边 就只有美国的军舰 实际上以前不一定是这样啊 以前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呃 多少会透过土耳其那边 然后到地中海 因为土耳其基本上也是穆斯林啊 所以俄罗斯的军舰会出现在黑海 呃 然后出现在地中海 然后跟美国对峙啊 那这一次我们完全没有看到这个现象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黑海舰队 被乌克兰打残了 被他封在里面 啊 然后那个俄罗斯的另外一个舰队 是波罗地海的 波罗地海的舰队 呃 波罗地海的舰队也一样啊 被那个北约封在芬兰湾 结果我们就发现了这个事啊 俄罗斯竟然出动他的太平洋舰队 就是从海申伟这边啊 一路开过来红海啊 这个实在是太 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穿越了曼德海峡进入红海 然后他说要在这边做演训 你真的认为是这样吗 这当然也有可能啊 到红海 那现在就考验埃及啊 因为他进入红海 往上就是苏伊士运河啊 那埃及要不要让他通过 如果让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经过苏伊士运河往上 那不就是到地中海了吗 那接下来就精彩了啊 俄罗斯终于他的舰队 跑到地中海来了 我认为他不只是要到地中海啦 很可能也是要去支援他的黑海舰队啊 那避免他的黑海舰队继续遭到攻击啊 不过总之啊就是从这里你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 这个刚刚有一个朋友在反映 说我对小米有误会啊 这看三个月再说啦 看三个月再说啦 汽车行业 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介入的啦 那资金力要非常长啊 资金力要非常长 那看第一个月是不准的啦 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当然他有可能会重新设计 然后做议价啦等等啦 这个以后再说 反正看三个月再说啦 这个 这个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 绕到中东 那想要经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 这是不寻常的事啦 这个显然就是他黑海舰队 所以 不可能让你这样驱着打 那当然也就像意味着他有可能会打奥德萨 这个很麻烦啊 很麻烦 很麻烦的啦 这个 这个大家值得注意啦 这个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啊 因为俄乌战争还在进展中啊 我们就保持观察 那另外一个就是 以色列啊 以色列真的是搞到全球孤立的程度 已经成为全球公敌的程度 这是最挺 这个最反中最反俄的西方的典型保守媒体 经济学人 你看经济学人这一期的封面他写什么 Israel alone 只是要你孤家寡人啊 大家都没有办法支持你啦 就这个意思啊 孤家寡人啊 德国 纽约时报也做了一个报导 纽约时报老板是犹太人 哎 连他都看不下去啦 说那他咬呼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他说德国因为屠杀犹太人嘛 所以对以色列向来都是支持的 那这次实在是受不了了 他说啊 这危机越来越恶化 开始有德国官员说 我们这样的家庭啊 会不会太过分了 纽约时报的报导 连纽约时报都看不下去了 那接下来是各国 联大秘书长公开谴责欧盟啊 对待加萨跟乌克兰不要搞双标啊 然后呢 拜登 跟拉塔尼亚夫打电话 说进攻拉法就是一个错误 我们要知道 以色列给美国一个面子 因为 穆斯林的栽戒月是3月10号开始 一直到4月9号 也就是说下礼拜就结束了 那他决定栽戒月不出手 可是 他说他栽戒月一结束他也是要打 那就是这样啊 就是有众人啊 那加萨辣的外长啊 赵北兰 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很有意思啊 他说未来不会卖武器给以色列 加拿大这个是一个指标啊 因为五眼联盟里面最听美国话的就是加拿大 啊 所以目前已经开始出现这种现象了 啊 这个现象啊 这个现象就是说 以色列你是在太过头了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看到 我认为以色列这个事情应该会在两个月里面 大概搞定了 其实最麻烦的是乌克兰啊 我跟大家讲啊 因为乌克兰对欧洲太重要了 如果乌克兰投降 那拜登今年11月也不用选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 今年卡到了美国大选 拜登无论如何 乌克兰战争他是不会停的 那他一定要撑到11月以后 然后呢欧洲很怕 说乌克兰如果投降了就轮到我打 或者轮到我被打 所以他无论如何也要 死朋友不要死自己啊 讲白了就这样嘛 所以肯定会再挤出钱来 挤出军备给乌克兰的啦 就是 这个小老弟啊你继继继继继战死吧 不要轮到我战死啊 就是这样啊 不过这个是俄乌跟 这个加沙战争的部分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 另外一个重点其实也很重要 就中国跟美国的较劲啊 我认为是越来越严重 不过这个凸显出美国 开始暴露他的制造业的弱点 他是不只是制造业啊 连人工智能他也倍感压力啊 我们就看到叶伦啊 叶伦即将去中国大陆 那他去之前就开始拉高音派的论调啊 他说啊 2023年中国电动车的出口 是2019年的7倍 太阳能板的出口 是2018年的5倍 挤压了欧美绿能产业的空间 而且这种出口还在继续增加 中国仍然出口优先 这可能会导致中国跟欧盟 还有中国跟美国 在2024年啊 走向贸易对抗 我跟你讲他已经开始丢 鹰派的论调了 你不觉得这个很可笑吗 你做书人家你就开始讲这种东西 中国电动车出口会暴增 太阳能板出口会暴增 就是因为他性价比高嘛 不然还用说吗 那你接下来苹果手机卖的不好 你是不是也要怪 中国的手机出口啊 这变得一个很可笑啊 你的产品强势 你就主张自由贸易 你的产品被人家比过去了 你就开始认为对方有补贴 搞保护主义 就这样啊 不是自由竞争吗 经济学人不是 号召自由竞争吗 怎么不讲话了 经济学人啊 是我最看不起的杂志啊 政治挂帅太明显了 现在所有的论调都是跟叶伦一样 那你不是主张自由竞争吗 自由贸易啊 你怎么开始用双标呢 就这种人令人看不起啊 你是媒体 你不是叶伦啊 我还比较同情叶伦啊 因为他从政啊 他必须帮拜登讲话 那拜登那个人脑袋就跟降狐一样 叶伦只能够讲出降狐的语言啊 不然怎么办呢 就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你看拜登的立场就是这样啊 美国跟英国将调查中国电动车的补贴 那中国立刻回呛啊 保护是落后 失去的是未来 那这是外交部 中国外交部新的发言的零件啊 这又跑来一个大帅哥啊 这个 反正就是讲的 公民竞争嘛 才能够促成技术进步嘛 这个不是西方的理论吗 那现在 你自己竞争力不行了 就开始拿出补贴啦 国安的理由啦 说什么比亚迪的车会回传资料啊 华为有后门啊 然后还一堆啊 连那个巴尔地摩大桥断裂 都有人说 是不是中国搞了遥控船去撞的 这国家已经疯了 你知道吧 已经疯了 震华重工 人家用远程遥控修护 减低成本 你也说他在监控美国的码头 你看这国家是不是疯啊 就是这样啊 你想一想啊 不是说人家补贴 就说人家有国安的疑虑 只因为我的产品 竞争输人家 就这样啊 这个就是比亚迪啊 比亚迪啊 比亚迪就是令叶伦头痛啊 下一次啊 Ramando 华为让他头痛啊 比亚迪让叶伦头痛啊 你知道吧 比亚迪 第七百万辆新人员汽车下线 这太恐怖了啊 太恐怖了啊 啊 这个 所以我说这个 我刚等一下会讲到科技战啊 这个Ramando还在报仇啊 商务部长 他上次去访问中国的时候 刚好变成MAD 60 Pro的宣传代言人啊 记恨到现在 终于开展了报仇计划 待会我们再来讲Ramando 我们先来讲叶伦 叶伦被比亚迪逼到没地方跑啊 因为汽车工业的供应链太长了 我跟各位讲啊 手机啊 手机的 全部组合的零组件加一加 不会超过一千个啦 汽车供应链超过一万个 所以他联动到的消费 还有生产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我举例啊 比如说比亚迪 假设是卖到美国 然后造成美国的汽车销路不好 这不是只影响到UAW啊 UAW是美国汽车工会 美国汽车工会 对 就是最后完成汽车制造的这个工会啊 他的成员是38万 这个只是汽车哦 是整车成型 最后的那个组装 是汽车工会做的 那你想一想他里面的零组件 一万个啊 比如他要做沙发啊 那就会联动到沙发的制造业啊 他要做一大堆东西啊 轮圈啊 轮胎啊 一大堆啊 所以我跟你讲 他所联动的供应链 在美国的就业量 我认为一定超过150万 所以叶伦就出来叫了 说不行啊 你不能这样啊 我们搞不过你啊 所以你肯定有补贴啊 不就是这样吗 去看看美国自己干的什么事 我们把这一页放全页啊 你就知道美国多尼浦 我们没有看到这一页啊 你看看这个是华盛顿邮报就爆料 说拜登在推电动车的计划呀 结果呢 结果他通过了 两党都支持哦 在两年前通过了一个75亿美元的电动充电桩的计划 结果经过两年 这个是20万支电动桩的计划 20万支啊 结果经过两年 竟然只做了7个站 总共做了38支 你美国是这种效率啊 你搞个屁啊 搞电动车 华盛顿邮报报导 拜登说2030要在全美 搞50万座电动车 公共充电站 那国会拨款了75亿美元之后 目前只有7座 充电站建成 我们来看他的报导 这个是华盛顿邮报的报导 75亿美元 那50亿是给各州去盖啊 结果搞了半年只盖了7座 38支 那你怎么怪谁啊 总共要做 对不起啊是2万 要做5000个充电站 总共2万支 结果你搞了两年只做了38支 所以你这种国家就是有问题嘛 我坦白讲你自己内部利益冲突嘛 反对电动车的 那个石化业啊 传统汽车业的团体一大堆 特朗普也反对 你还怪别人 好接下来我们看华为啊 Romando的仇家 Romando 这个华为啊 去年尽力增1.4倍啊 获利 这个是台币了啊 我们看他的营收了 你看这个华为的营收啊 这是人民币啊 呃 华为2023年 营收回到870亿人民币 我认为他今年很有机会去追2021那个数字啊 呃 哦这个是利润啊 我说错了 这个营收到回到了7042亿 2020是8900亿啊 我认为今年应该就会冲到这个数字 那尽力呢 870亿啊 我们知道 这个Mate 60 Pro 是去年8月29号 才横空出世啊 所以他的 黄金时代才刚开始啊 那最近要推出P170啊 然后 今年应该会有Mate 70啊 等等啊 华为好威啊 结果当然就造成了苹果 这个就是销售量啊 苹果 华为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啊 苹果跌了二十四啊 就是我们用 今年来跟去年的比啊 所以我们就看到库克啊 跑到中国大陆去做公关秀啊 要挽救他的销售啊 可是我跟各位讲啊 我世上最近也看到一些资料啊 苹果的供应链啊 正逐渐的 离开中国 像最近苹果做那个超级贵的那个Vision Pro 啊 就是一台要三千五百美元 那个啊 啊 那个虚实整合那个VR啊 啊 他的中国供应链只占百分之七 只有七百分之 啊 就中国公司他实际上在 减少使用 那你认为这种事情大陆会不知道吗 那更何况你的手机啊 性价比啦 或者科技创新啊 各种功能的多元化啦 都没有进步啊 所以人家就跑去买别的手机啦 啊 比如说小弟这次托朋友 帮我买了荣耀V2啊 因为我要买一支折叠机啊 因为老人家 要看大字版 之类的 苹果到现在都没有折叠机啊 你有沒有发现 你是多老大啊 什么都没有 三星有折叠机 华为有折叠机 榮耀有折叠机 你就偏偏不干 就这样子啊 也难怪拿销售变差 结果咧 美国生气了 我们来看这一页啊 他怪罪到哪里 欸华为怎么可以做出7奈米啊 目前盛传华为今年会做出5奈米 美国气了不知道怎么办啊 所以决定对工中心啊 我跟各位讲啊 美国现在决定对 这个美国商务部最近又公布了一个 长达133页的 半导体的制裁的名单 其中一个 就是给华为 供应链的所有的半导体的名单 全部都制裁 这个叫Ramando的报酬 美国商务部长Ramando 报酬来了 怪不得我把他取出叫辣馒头 我们辣馒头女士 发威了 而且不只啊 他还针对中国 人工智能的 供应链 全部制裁 列入黑名单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啊就是他就 疯啊 美国又来了第二波 刚公布 刚公布啊 这个 就是我觉得这个 中国大陆一定会这样处理的 中芯国际 那你那个做尖端晶片的那个团队啊 那你们就 透过 特殊管道的安排到华为上班好了啦 反正华为这个叫做 反正已经够黑了 就不怕你再抹黑啊 那反正债多不愁了 华为事实上没有债了 他是赚钱的 就是我最黑啊 那反正美国也再不能对华为怎样了 我们就看到中国开始回首了 中国大陆开始实施 他有一个单位叫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开始公布安全可靠的相关的科技名单啊 全部都是中国的公司啊 那政府的企业 开始太除英特尔 还有AMD的处理晶片 所以你可以看到 英特尔的老板啊 还有 AMD 苏之锋啊 紧张啦 跑到中国 事实上我跟各位讲 NVIDIA 就是英伟达 我们台湾翻成灰达吧 那英伟达 黄仁勋 已经有人去做统计了 就是英伟达去年第四季 在中国的营收占总营收 大概还有差不多24% 那今年第一季啊 大跌啊 跌到个位数 可能只剩下4到5% 搞不好还更低啊 你就知道美国政府的威力啊 美国政府你要这样搞人家 人家当然回敬你啊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文件出现了 我们看一下影片看一下 这个文件就出现了 这个叫安全可靠测评结果报告 那中国政府就定了一个 安全可靠测评工作指南啊 然后公布了安全可靠测评的结果 有效期三年 这什么时候公布的呢 是12月26 我们看第一页 这个叫CPU CPU的名单有18个啊 全部都中国的公司 你们看些 我从右边找 总共列出了 6家中国的公司 深圳的海思半导体 龙芯中科技术 无锡先进技术研究院 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海光信息技术 还有上海造星集成电路 我跟各位讲一下 最下面那一家啊 上海造星集成电路 这个创办人 有台湾人啊 不过他已经住在大陆了 这个是有关中央处理器的部分 也难怪 AMD跟英特尔会紧张啊 以后人家就用自己的 第二页 操作系统 这个提供的公司有三家啊 麒麟软件公司 统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中科方德软件 就是这样啊 然后 集中式的数据库 这公司可多了 这个就是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现在到处都是大模型啊 数据库啦 这种公司一大堆啊 那当然是跟人工智能有关啊 所以你就看到一大堆公司啊 什么阿里云啊 腾讯云啊一大堆啊 这个我就不练了啦 因为他列出十一家公司啊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啊 意味着未来中国的中央处理器 操作软件 还有数据库 就用自己的啦 你美国既然认为我不安全 那我也不要用你的啊 用你的也很不安全啊 不就这样吗 全面在地化 这不是你逼出来的吗 所以啊我在讲啊 你夜轮再去逼逼看 你再去逼啊 那中国电动车 就不用外国零件啊 你再去逼啊 那华为今年就可以做到无奈你啦 就是这样啊 这Romando啊 气疯啦 我们拉板头女士 用出了制裁案 中国大陆也回敬你啊 目前就是这个样子啊 结果呢 大家记不记得 美国那个众议员盖拉格啊 刚到台湾那一位啊 拜访了赖清德 也拜访了韩国瑜那一位啊 他不干啊 大家记不记得 反中小组的召集人啊 突然不干啊 原来他要做这件事啊 我们恍然大悟了 因为最近就传出啊 我们这个放权业啊 美国大数据最有名的一家公司啊 在Colorado的一家公司 他做数据监控是最有名的 叫Palantir 就这家公司啊 P-A-L-A-N-T-I-R 这是一家很有名的公司啊 Palantir的资深顾问啊 赫尔伯格筹组科技业 要跟美国的国会议员开会啊 5月要开会啊 游说美国国会 对中国大陆的人工智能 施加更多限制 那目前美国 众议院的议长Johnson 已经表示他会出席 欸怎么那么巧啊 盖拉格4月就辞职了 他就是要来这家公司 那不就摆明了 就是要协助来运作 5月这个 官说游说吗 就美国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界啊 公然的要求美国国会要制裁 中国的人工智能你知道吗 做生意有人做成这个样子啊 你现在这个你竟然越来越来越看清楚 他的嘴脸了嘛 你只要快追上他 他受不了了 就开始用政治力量 要叫美国政府来制裁你啊 不然我会被追上 会被追过啊 这个 帕兰提尔这家公司曾经参与协助 美军定位 后来逮到了宾拉登 这数据监控 整个系统协助做 军事上的人工智能的决策 这个决策系统就是帕兰提尔发明了 那现在盖拉格要去这家公司 可是偏偏这个时候 纽约时报登了这个独家新闻 我们就看到 到底美国人工智能在怕什么 你怎么会去找 盖拉格啊 去组织游说团体 要国会 通过制裁方案 要美国政府 来协助制裁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 你怎么那么丢脸啊 因为他们看到了这种现象 这个美国纽约时报 把它登出来啊 因为有一个智库叫马可波罗智库 约时报说 人工智能的人才啊 顶级的工程师 经过各种调查发现 很多几乎都是来自中国 就是人才库啊 所以我就去看了那个智库的报告 我们这个放全页啊 你来看这一页你就知道 这个马可波罗智库登的这一页 你看到从最左手边啊 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你看那个 橘红色那个条啊 中国这么大一条啊 那中国呢 后来就在中国练研究所 然后后来就继续待在中国就业 你看那个中国最右边 人工智能的 从中国的人才 他只得到这么一小块 那你看最右边那个美国蓝色那一块 他大学毕业的本地生没多少人啊 可是到了研究生就变得很很长一条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汇聚了全世界的学生 然后你就看到最右边那个结果是 美国的人工智能的实际雇佣的人才 变得一长条啊 大概比中国多出三分之一 简单讲啊 简单讲啊 就是中国有大量的人才跑到美国了嘛 而且被美国雇佣了嘛 就这个意思嘛 他大概这样说啊 这是他主要的发现啊 马可波罗他这样说啊 他说中国啊 就研究 人工智能的研究人 的人 这个人员啊 中国跟美国大概 顶尖的人才 他顶尖的人才是指那百分之二的人 百分之二 就是人工智能 很多人在从事这个行业嘛 顶尖人才他只取百分之二 然后他用那百分之二去分析 他是从哪里来的啊 结果我发现中国跟美国占了百分之七十五 这台湾看到这种统计 你会流汗吧 台湾怎么会落后成这样呢 我刚看到这个图啊 既然没有台湾你有发现 没有台湾欸 你就知道台湾的人工智能有多落后啊 那不管啊啊 这个中国跟美国的人才 占了顶尖百分之二的人才的75% 这是2023年 2019年 只占58% 这什么意思 2019年 顶尖百分之二的人工智能的人才 来自中国跟美国是58% 到了2023年变成75% 其中减少最多的就是欧洲 简单讲 就是欧洲的人工智能被打败了 那主要是被谁打败 被中国打败 因为中国的崛起太快了 他不只压低了美国的占比 也压低了欧洲的占比 中国啊 这个 2019年只占29% 那到了2022年占47% 47啊 就顶尖百分之二的人工智能的人才 中国占了47% 所以我们就了解这个状况 这个 然后他又发现了另外一件事 这也蛮重要的 他说啊这个 在外国工作 顶尖的人工智能人才有42% 是外国人 那在2019年呢 是55% 也就是说啊 2019年的时候 很多中国人都在华人啊 应该都是中国人啊 他在海外就业 人工智能 2019是55% 那现在降下来 现在整个的外国人是42%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大陆自己的人工智能公司崛起了 所以他们回家就业了 回家就业了 我们看几张图了 简单看完图就做一个结束了 2019年美国是65% 就是 最顶尖的人工智能的研究员在哪里工作 顶尖的2% 2019你看中国不在里面 美国独占凹头65% 那到了2022年呢 在中国就业有12% 那美国跌到57% 然后这个是 他的来源啊 这个不管 就是不管他在哪里就业啊 那他的来源 中国大陆到了2022年 他就高达了 这个有26% 那跟美国接近 跟美国接近啊 在这里啊 那这个是 主要的人工智能的研究机构啊 你可以看到在2019年的时候 中国大陆只有两家啊 是橘红色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那到了2022年呢 你看那个成长的线啊 那个清华大学就几乎追上第二名啊 第二名是史丹佛大学 第一名是Google啊 坦白讲 这个你必须佩服美国的企业啦 他们真的是很厉害的 那中国第二还是北京大学 他也追上来了 那中国增加了另外四个单位啊 这个是中国科学院 那这个是上海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 有没有看到 下面那个就是我们的华为公司啊 中国终于有民间企业挤进来了 挤进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2022年的光景就变成这样 那我认为未来一定更多的啦 因为中国人工智能的产业现在跟爆炸一样 跟爆炸一样 那你再来看这一页啊 这是2022年 他说 这些主要在美国工作 在美国工作 你看在美国工作的华人占38% 然后在美国出生的是37% 简单讲就是 中国的人才在为美国效力啊 就这样啊 所以美国你可以再不要脸看看 看到时候这些人会不会有被迫回去 就是这样啊 因为前一阵子本来中国有千人计划 他是乐见中美科技合作的 可是美国就到处怀疑啊 说他们跟中国有来往啊等等等啊 结果有1400人离开美国 接下来就看美国啊 看你要在搞到什么程度啊 你人工智能领域 在美国上班的啊 有38%是来自中国的人才啊 那这一个呢 就是 就是他这个是在哪一个国家大学毕业啦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比例就更高了 这个中国大陆是47% 那最后一个表就是 这个 主要是在哪个国家工作的 你可以看到 美国从2019年的59% 中国那个时候只有11% 那现在中国变成28% 美国42% 就是他人员工作的地方啊 总之我们从这里啊 看出大概做几个结论啊 时间也到了 这时间也到了 就美国啊 商务部 终于 提出报复华为的措施啊 所以一口气公布了130几页 制裁华为的半导体供应链 中芯国际首当其冲 那 也包括了人工智能的相关的半导体的供应链 都被制裁 那中国也不不客气了 中国反手就丢出了 评测可靠的一些中国公司的产品啊 包括中央处理器CPU 包括作业系统 然后包括数据库 所以以后这里就一刀两断了 科技脱钩了 半导体 美国跟中国大概已经要脱钩了 华为今年如果再做出5奈米的手机啊 那半导体 我认为美国就是 基本上 已经没有没招了 没招了 那接下来的领域我们就看到 电动车又开始 叶伦老奶奶即将去中国啊 要跟中国抱怨啊 说你们卖那么多 那我们怎么办 坦白说美国车是超级烂 中国根本没有把美国车当对手 中国车的对手其实是日本车啊 我跟各位讲 因为德国卖的比较好的车是高级车 这种车中国比较少 中国做的大部分都是平价车 比如说比亚迪 他凭什么做到700万辆 那当然是平价车嘛 平价车现在全世界做的最多的就是日本 就是日本啊 所以日本紧张的要命啊 美国叫瞎紧张啊 因为没有人把美国车当对手啊 美国在那边瞎紧张啊 你知道吧 那结果现在叶伦老奶奶要来了 那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 人家就去做了人才来源的分析啊 就中国大陆那个迅猛追赶的速度啊 那美国又开始紧张了 所以美国矽谷啊 矽谷这辈子从来没有那么不要脸啊 矽谷做人工智能的领域 由科罗拉都做这个 帕兰提尔这家公司带头 还延揽了 嘎拉格尔来上班 准备去游说国会啊 反中制裁启动 有关人工智能的部分 偏偏美国的人工智能公司 华人占比 超过你本地人出身的占比啊 我真的不知道 接下来美国还能怎么搞啊 这些人火大 回去中国就业 中国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为什么会有优势 我以后再来做这个题目啊 中国人工智能为什么会崛起这么快 为什么会让美国感到忧虑啊 因为中国能够汇聚的数据库实在太大了 他所能够得到了民间的资金 政府的资金 还有政府的协助的政策 比你美国好太多了 哪有像你那个拜登啊 说要搞电动车啊 结果电庄 两年只盖出了三十八支啊 你不笑死人吗 只搞出七个站 说要做两万支欸 搞到现在只有三十八支 你这种政府效率 这种政策规划的能力 你怎么竞争呢 好了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 我们今天到最后有二七六九二 两万七千 哦 二七七二七 两万七千七百二十七人 在线观看 感谢各位 二七七二七感谢 Solomon健 江汉 还有周寅 感谢斗内 没归没有亮哥的直播节目看 感觉每天都过得不太对劲 欢迎亮哥回归 第一次斗内献给亮哥感谢你 这个猴塞蕾啊 亮哥昨天的发言 这次又多了许多亮点 看来这次北京之情收获颇丰 亮哥希望马英九能替台湾百分之六十不支持台独人说话 那两岸人都知道这百分之六十更希望的是不统不独步维持现状 真正愿意在台湾谈统一的人有5%吗 在台湾人谁谈统一谁就是拿走了台湾人最大的红利 想统一的谈统一怎么还怎么找大陆拿好处呢 这好处台湾人想吃一辈子 我跟你讲啊 马英九当然不是要去谈统一啦 开什么玩笑 马英九 这个我们礼拜四再来讲 他能够让赖清德 他即将领导的这个台湾不要陷入战争的风险就欧毕陀佛了 最近金门在实弹四射欸 你哪知道这个政府在想什么 你拚得住吗 你往蒙古雨 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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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尻 你能挡得住人家挖泥船 要输郡流五电航道吗 就是有这种天兵政府 你还在诗语 诗语距离厦门只有四公里 你还在那边搞实弹试射 连蒋经国 蒋介石时代都没这样搞 你是不是脑袋有动 以前我们实弹试射都会偏离方向 不要对着人家的眼睛射 拜托 结果你在诗语做实弹试射 你要打诗语就是打厦门方向 你没有搞清楚 要方开地图看一看 莫名其妙的简直是 所以我说你不要对马英九期待 说什么他要去谈统一 不可能的 他就是担心会两岸会冲突 所以他就是要希望能够流转这个氛围 这个我们礼拜四再来讲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不知道这个政府在干嘛 那赖清德也不敢讲话 那蔡英文做了这个角色也躲起来 那邱国阵儿子出问题 简直是乱了套了 那海巡署也不讲话 我认为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科技创新 以及他的科技创新贯彻在生活使用的层面 这个当然最明显的就是互联网 还有人工智能 比如说我这次去啊 因为我很多年没去大陆了 所以我的账户被冻结了 那我就去银行重新 激活我的账户啊 结果从头到尾 没有一张纸啊 需要我签名啊 我从头到尾总共签了八次名 都是线签哦 全部都是电子签名 这个我在台湾没见过 坦白讲我 我在财政委员会待了两届啊 我们都一直想推这个啊 可是对于一些重要的账户开立 我们还是要求他要填表格啊 我去了只是一家支行诶 北京的一家支行 还不是总行啊 或者地区银行啊 一家支行啊 全国连线 因为我第一次开户是在深圳 然后他在北京直接把资料调出来 全部都是往互联网上作业 还有啦 比如说我去住的酒店 这个其实台湾也开始有了 那北京是非常普遍的 那个服务员啊 竟然是机器人啊 就是比如说我 我电话打电话去 它是智能语音嘛 我就说我需要什么 然后呢 结果就有一台机器人啊 他就从一楼嘛 他自己会搭电梯啊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弄啊 那搭电梯到我的楼层啊 然后就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门反正就响啦 那去开门就是一个机器人 就是这样 这个那当然还有各种支付啦等等啦 我觉得简单讲就是 大陆这个 用互联网用人工智能 落实在生活的彻底程度啦 这个让我 让我这个耳目一新啦 因为坦白讲我 我大概有六七年没有去过北京了啦 所以 因为我之前当然是没有见过 当然是这样 所以 这一点我非常有感觉啦 然后当然因为 我特别去参访了智杰跳动嘛 那智杰跳动 他们本身就是 互联网还有人工智能创新的 这个领先者啦 大概是这样啦 这个伊宾高 亮哥早 不知道去Buy Dance 那天是不是看到亮哥了 哎呦真的啊 你在门口晒太阳 哦是哦 我在TikTok工作 哎呦 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回归正轨 大家的工作也能够更 好进行 第一次DNAY 感谢你 就希望告诉亮哥好像看到你 谢谢你 我觉得TikTok 美国很可能会不了了之啦 因为目前的整个氛围 参议院不太愿意排这个法案 那还有很多意见在整合当中 所以氛围有点改变啦 这个 我觉得 你要进TikTok是毫无道理啦 这个 我讲白了这个 你就是因为做不过的人 就开始搞东搞西嘛 那最大的游说我简单猜 我认为就是FB啦 YT啦 这些公司啦 那 当然这一次的加沙战争 透过抖音平台 这个暴露了很多 当地一些战争的惨况 然后让犹太 犹太人很不高兴啦 这也是事实啦 可是这一个 随着现在氛围的转向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经济学人 Israel alone 封面故事都出来了 我认为那个言论在转向 所以TikTok 所公布的加沙战争的真相 对美国的政策的转变是有正面价值的 是有正面价值的 那些影片事实上也不是中国人做的啊 它来自全世界啊 美国当地也有啊 对不对 它就是提供一个更公正的平台嘛 陈冠志我要亮亮 请问台湾内政问题喔 我28岁 我知道您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 我就想 我们民进党乱编预算 各种特别预算 还有超收税 就这样了 劳保健保还会破产 因为他花在别的地方啊 他没有来补动啊 我跟你讲啊 我们劳保破产 大概2026年就会碰到 因为劳保基金 2026年就会变成负值啊 那民进党抽那么多税 编那么多预算 为什么不来补动啊 我跟你讲啊 我们那个劳动部长啊 他最近两年 一年只补300亿 你一年补300亿有个屁用啊 我们劳保基金啊 如果你要补那个洞 你一年要补2000亿啊 而且要连续补5年啊 要补一兆啊 就是这样啊 你钱没有花在这里嘛 所以你说怎么救 我跟你讲啊 救 救就是要靠在野党啊 民众党啊 国民党啊 来监督啊 不然要去乱搞嘛 蔡英文啊 蔡英文怎么会不知道 老板2026年会出问题 他当然知道嘛 他就是不负责任嘛 整天不知道在干嘛嘛 记者会也不敢开 就这种人啊 陈秀玲 欢迎亮哥回来 开心开心 感谢朋友好 感谢你 布洛尔感谢 DNA 伊民告 亮哥好不知道去BIDANCE 那天是不是看到亮哥了 诶 这个好像又重复了一次 感谢你哈 感谢你 李君故感谢DNA 阿尼塔 009CM 郭博士领昨晚转述 来迎观点 跟为马英九这日间 洗掉了 江提承认主权不否认 不是承认主权啦 互不否认主 呃 呃 不是尊承认主权 承认主权是不可能的啦 是 这个 他的用词好像叫 互不否认治权啦 那 那 你认为马可以交换的条件是什么 不过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是高标了啦 这是莱银奖 因为 简单讲就是 马英九要对九二共识的内涵 要说出 台湾 比较多人可以接受的方法啦 比如说你现在金门治权都已经搞成这样 都被回收了 被没收了 你如果能够 回到互不否认治权 这个对大陆来讲是很大的让步 那马英九就是功德啦 不过我昨天也看到赵春山老师啊 他认为马英九不会那么高调 所以他说来迎这一个期待 是否能成真 他不敢讲 不敢讲 就是 然后这个阿尼塔说 马英九既没有舆论影响力 也没有行政权力 所谓代表六十八只是个尾命题 蓝白不合 散沙一盘 我跟你讲 有很多政治不是这样的 赖清德的四十八观点清晰 真实可控 团结一致 团结一致個头啦 这个国民党立法院不要通过你就是过不了啦 团结一致有什么用 你立法院就是没过半啊 你预算拿来谁很看啊 你随便提名一些赖咖来当部长看看啊 看你能不能活啊 不是这样讲的啦 我跟你讲啊 真正的问题是在于 马英九跟习近平谈了一些话 尤其是习近平怎么回答啦 那接下来民进党怎么回应啊 你去我这个礼拜四会来分析这个问题啦 你可以看到啊民进党 那些跟鲨鱼一样出来酸马英九的 要么就媒体啦 要么叫立委啦 赖清德 蔡英文 邱代山 没有讲话啊 他们为什么不讲话 他们当然知道 事情的轻重啊 还有美国那个 罗森伯格要来了 他当然知道事情的轻重啊 我跟你讲这个 政治对斗争啊 立法院跟行政院都是实权啊 你不要以为权力都在行政院啊 这个是看你立法院如何发挥你的权力 这个 如果民进党决定要硬干 你就看着吧 那海巡署的预算就不要省了嘛 你管碧琳还当个什么署长 当个屁啊 你像你这样处理问题造成台湾的危机 黄标 你还有什么资格当海巡署长啊 就强硬霸审他的预算 就是这样吧 到时候就看你拿不拿不拿出来应招嘛 比如说这个国会改革今天开始排案嘛 让民进党最好提修宪啊 你去提嘛你家的事嘛 我就表决通过 我看你要怎样 等到四线回来 都已经一年过去了 你赖金河520这一届政府就要试用 就是这样啊 就大家政治都来比硬嘛 你以为只有民进党强硬啊 立法院要强硬也是很容易的啊 那个黑说理呢 亮博士昨天在中文化大学现场讲座真实 精彩有料 而且做了PPT有备 来致敬感谢你 来来送亮给运气真好 正好来的这几天 蒙古老铁从远方送来的进口礼物 你有吃到吗 哎呀没有吃到呀 我坦白讲我去北京这几天啊 到了第三天突然晴空万里啊 前两天都是灰蒙蒙的 本来两天说完蛋了 怎么出去啊 普论感谢杜雷啊 王振杰 俄罗斯认为北约扩张 违反当时美苏协议 而美国说协议是跟苏联签订 而苏联已经瓦解 没有协议 你搞错了 没有白纸黑字 是叶利钦脑袋有问题 叶尔钦就把口头的承诺当做 真的 那美国说这个没有白纸黑字 美国就会拗啊 说我们没有承诺啊 所以他连续五次北约东扩啊 这个并不是什么苏联跟俄罗斯无关 不是的 苏联的所有的外交 俄罗斯大部分都是继承的 都是继承的 如果美国是这样的概念 美国几乎可以否认所有的合约协议 事实上就是没有协议啦 因为没有白纸黑字 我跟你讲 如果有白纸黑字 美国真的会赖不掉 而且不是跟美国签的啦 是要跟北约签啦 北约就根本没有跟苏联 签这个协议嘛 没有 完全没有 这个你就知道那个叶尔心有多糊涂啦 怪不得后来变成秋空的啊 他每天在喝酒啊 甚至有一次在议场还醉酒啊 这俄罗斯也是倒大煤啦 碰到这种人当总统啊 这个Margaret 亮哥复合节快乐 感谢你去年解封后到内地 又到了三番市台北等等 总是感到Covid三年 内地人一直向前进 城市管理不但好 以人性化很多 而我们在外面做的最好 只是没有退步而已 风水在轮流转当中 我觉得中国大陆是这样啦 就是 它还是有一些基层的城市啊 因为中国大陆就是由上而下的一个政体嘛 所以有时候你在北京啊 事实上那个政令啊 大概就是到这里而已 比如说它的 严重程度是一啊 那到了最下面可能变成三啊 就是它会怎样 就是 它宁可矫枉过正啊 避免自己犯错啊 因为它那个 由上往下的那个 落实纪律的强度太强了 所以下面的人会害怕啊 所以那个疫情防疫的时候 就知道为什么 有很多那个农村都做得相当离谱啊 那严格到令人看 不可思议的程度啊 比如说我 我最近看了荷兰啊 的一些资料啊 那我就看到荷兰有很多 地方人口都大量外移啊 因为那个时候防疫塞是太严了 严到人家生活已经极度不方便了 人家就想说我就离开荷兰算啊 这就是会有这样的现象啊 不过如果是在大多位区啦 那就网路就有大幅的进展啊 就是这样啊 通见上周亮哥的朋友朱玄姓梢一案 一审被判一年两个月 成了法院认证的社囊朱哥发声明 既不认罪也不道歉 他可以上诉啊 既徒以此培养不信者很不信的始终致死者 遥想细日诸葛如何痛骂寒粉 狂热不理性宗教是个人崇拜 可是诸葛设死之后 因为黄公秦收留他也就一面倒下白衣 不宜余律存本 柯文哲比他最鄙视的寒粉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诸昔日的忠实观众我深感不齿 我知道亮哥是诸葛的朋友 有些话不便公开讲 可不可以请亮哥在可奖范围内讨论一下 这个朱学恒在上次总统大选 他本来就比较偏向柯文哲 这个倒不是黄公秦造成的 这个我是很知道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支持侯友宜 他支持不下去 那民进党 那个赖清德他不可能支持嘛 所以本来就偏向柯批 那至于他后来采取自述的方式 这个坦白讲并不是很聪明的方法 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 就低调处理现在 反而过关啊 因为坦白说啦 你如果完全按照性骚扰去走 那他的追溯期很短嘛 过了时间你要法 法律成立就不容易了 那你自诉啊 你自己告自己吧 那结果法官就给你改成另外一个罪 对啊 而且我觉得他自诉 还被限制出境 这个判决是有问题的啦 就是他怎么可能脱逃呢 他竟然被限制出境 一年两个月 我觉得这种判决蛮奇怪的 因为他又不是被抓到 他是自己去告自己啊 这个反正就看上诉的结果吧 这个 Sheromomo亮哥你越解释 说明你越想掩饰 你行程越是公开 越是代表你安定你做了什么 你亲中卖台 宏董台间 中共撤益 中国智囊 祖国台湾专家 在地协力者的标签 那谁去贴啊 没关系啊 我会怕他们吗 我怎么可能会怕他呢 拜托 我才不理他咧 什么请我去搬到中国 那请你滚出去啊 对不对 我们也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啊 里面中华民国都不承认 我笑死人了 看到陈建仁公开违宪 叫马英九 对习近平说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请问台湾哪里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 有国号吗 宪法有规定吗 有你这种行政院长才是可耻啊 你知道吧 可耻啊 连中华民国国号都讲不出来 你这种行政院长才该 才该离开台湾啊 你知道吧 请你离开中华民国啊 Mirror桑感谢都内 GHH亮哥向你汇报一下 目前国内产业的三个目标 一 十年内普及实现无人驾驶 二 低空经济十年内开启 立体交通体系行程 三 家用机器人十到二十年左右开始运用 各家公司投入巨大抢头箱 这个都有可能 没有错 这个飞行汽车 美国也开始提了 那据我了解这个 沙特阿拉伯 红海未来城 是第一个 要落实飞行计程车的 一个特殊的区域 这个要牵动到交通法规 还有空中的 安全管理的相关的法律的 修正 这个有相当的难度 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容易 因为这个还有空中 交通监管的问题 那如果撞车呢 你去想想空中如果发生车祸 那个是会掉下来的 那掉下来如果砸到地上的人 那地上的人不是倒大呢 所以他所涉及的法律 会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趙薇正在北京街机 第一感觉亮哥在线下魅力加倍啊 下次等亮哥再来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机会 感谢赵薇啊 这个赵薇在北京机场接机 送我一个大的叮当机器猫 这个礼拜三我去上伟汉 节目的时候会把那只大叮当带上 感谢赵薇啊 周颖 请问这平台不能讲 深陷灾难之中 憨态可菊的大熊猫 真实的悲惨遭遇吗 为何斗内的内容 无法送出 其民事为何 这个我不知道耶 这个大熊猫出了问题吗 这个 这个我要了解一下哈 赵薇亮哥有把亮叮当带回去吗 当然带回去 我的包包里面就只放这一只亮叮当啊 我这个其他吃的东西都送给朋友了 就这一只叮当猫 放在包包里面唯一的一只 礼拜三 在黄伟汉的节目会秀出来 坦白讲 头条对粉丝玉云不太重视 白白浪费了很多资源 也不是啦 他他要跟我讨论啊 他们其实 有在讨论啊 有在讨论啊 只是说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嘛 雪莉亮 感谢Donate Ginnius 感谢亮哥 这个Rankity Ling 感谢Donate Fanny Pai Fanny Pai 这个亮哥好 小斗支持 谢谢 伊芳林 美国很多高科技发展 其实也是在美国的金融霸权 这个温室下培养起来的 有钱才能够吸引更多的研究 进修发展 当这个霸权动摇的时候 美国科技业也是影响深远 没有错 尤其是 钱袋子 金融海啸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国家 美国的科技项目 跑到中国去争取 VC创投的支持 就是因为金融海啸 那个在极盛时期 中国的资金占整个矽股的VC 资金占三分之一 那结果现在美国又开始清啊 说中国的钱不能借入VC啊 结果现在全部都走掉了 那这个当然造成矽股的资金啊 这个就中国的钱就不见了 那你自己找的吧 他发了一个诞书 他说可是如果PRD 愿意到美国投资设厂 雇佣美国的工人 那他表示欢迎 就是这样啊 我认为早晚会走到这一步啦 因为 汽车真的这个工业链太长了 冲击到的就业人口真的太大了 所以丰田 日本丰田当然也被美国打啊 那后来他就 他现在在美国的制造的 制造的占比大概有百分之二十啊 这个没有办法啦 那他就要更进一步融入美国市场 所以丰田现在在美国关系就非常好啊 就是这样啊 中国大陆很难不走这条路啦 说实在 汽车啦 烫烤肉米糕 亮哥推荐中国民间博主七哥 虽然有很强的主观性 但准确预测了很多关键节链 例如霸与冲突 他认为中国不会放弃拿捏以色列 反击美国霸权的机会 而已以色列会死给美国看来拖美国下水 七哥的东西我好像看过 那我再回去注意一下 美国不想中国作收渔翁 所以东亚挑事 拖住中国快速解决巴以 最后中国想要统一台湾一定会先站出来组织公道 让琉球独立 这个还有得搞啦 东亚的纠缠啊 这历史纠葛一大堆啦 这个 不过美国现在显然是要搞三海一线 从东海 台海 南海 串成一线 日本 台湾跟菲律宾 所以你要从这个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 这个 中国大陆为什么会希望马英九去 谎和一下两岸的氛围 那请先晃 台积电只是代工厂技术设备软硬体都仰赖他人 现在先进制程又被追上三年内恐怕会灰灰灭 台积电确实不是永远的啦 他就是这个专业制程上 他的制程的良率高嘛 所以他领先是在这个地方 没有错啊 因为他的制程设备啦 还有软体通通都是美国给的啦 那相关的很多重要的零组件 也都是其他国家给的 不过他的制程啊 制程就是一种经验啦 一种 怎么我怎么说呢 就是制造的流畅啊 你就看三星嘛 三星怎么做良率就是输台积电啊 那是可靠啦 比如说 苹果手机为什么还是用台积电 而不用三星 因为他比较可靠啊 那这个当然会被追上啦 我同意啦 因为摩尔定率到一奈米大概上不去了啦 但人家都已经可以做到五了嘛 那再往前追 三 但坦白讲他 这个需要这么高规格的先进晶片的 这个产品也不多啦 我说实在不多啦 只有最高阶的手机嘛 那可能有军工产品啊 所以他不足以构成一个很大的市场 台积电市场现在还有50% 是处于成熟自成啊 所以半导体并不是只有最先端的晶片啊 上善若水 亲爱的亮教授 你的自有朱大被判刑呢 什么时候要帮他办作奸洗白会成员他 上次想当政治犯不准这次变成性烧犯 他还能上诉啦 Dona Wong 感谢Dona 这个K-Chin Zhang 我很早以前就遇见中国的最大问题是怎么留一口饭给其他国家无解 这个很麻烦啊 这个我同意啊 所以我说他也许要仿效当年日本 德国把工厂迁到别的国家啦 实际上大众汽车有很多也是海外制造啊 大众汽车目前跟丰田 是全世界两大汽车制造集团 他很多的工厂都在海外啊 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这个Darren Lee 人工智能时代的东树西算 就是农业时代的南水北调 工业时代铁路建设 在东树西算之前 上次看到国家资源 请全力协助产业领先 要抗回19世纪的美国西部托航石 JH 感谢Dona JH 金一南教授说 叶尔卿对俄罗斯最大的贡献 就是找了一个普京作为接班人 算是替俄罗斯跟他个人定位扳回一层 这个看法我是同意的 我认为叶尔卿到了后期已经知道 他的最大声众 所以他要做一些事情来回补 阿瑟寇 感谢Dona OK 感谢各位的 对我们今天节目的观赏 那 这个亮哥在 会在另外一个平台 来介绍我们的北京之行 那感谢各位的捧场 那礼拜四 亮剑台湾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马英九去大陆 这一次的历史之旅 感谢各位 拜拜